兄弟 兄弟 凶奴入侵 何悉告急 乱世之中急需明军 而中原内乱耕士政权必败 如今正是脱离耕士政权 独自称帝的最好时机 温叔 要尽快称帝 自从我当上这萧王以来 武汉耿眼他们 已经劝过我数次了 主公是不是顾及丽华 只要我不反 我还是耕士帝的萧王 丽华便不会有事 公孙 可有方法送信于他 我想想办法 公孙 您若有什么话可以直说 主公 邯郸刚刚传来消息 你和尽管 何悟 这个犁人有信 同志 你们有信 哪 你已经出现了 好好照顾夫人 也是 是我太过心急了 这肚子还没显形 如今连是男是女 十胖失寿还不知道 就急着去禀报 夫君会牵挂的 一路 哥哥打听到 长安那个应妾有什么消息了吗 李松与赵蒙的庚蚀军 与王匡张卯的陆陵军 在长安城中激战整整一跃 最终王匡张卯等人败逃 向赤梅军投降 至此 陆陵军残部与赤梅大队合流 共同进军长安 庚蚀帝刘玄 虽重新占据了长安 然而 更使朝廷经此番内乱 已是摇摇欲坠 大杀江青 河立 公子 健身 恩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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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不知去向 内乱之中 九成工人被杀 死去的百姓不计其数 姑娘 没事吧 如果不是我从中挑拨 张某身图剑不会铤而走行 彻底与刘璇翻脸 真没想到有一天 我的所作所为 让这么多无辜的人受到牵连 我这双手上沾满了鲜血 血也洗不掉 姑娘 不要自责了 唯有尽快平定这场乱世之症 才能早日平定天下 避免有更多的人牺牲性命 你看 这是 这是萧王给你的血 我一个小鹿 这是萧王的 又来伞 姐姐 你就听肖王的话 趁池梅君还没有进攻长安之前 赶紧离开吧 姑娘 此时正是最好的时机 千万不要再错过了 三哥为了我们的理想在河北奋战 我也一样 更失败局已定 我要尽力保护赵姬 琉璃 还有长安的百姓 陛下 赤梅贼军奉十五岁的放牛娃 留盆子为帝 长安洛阳那边 诸位打败 河内失守 我朝已无援军哪 长安成了孤城一座呀 陛下 来 陛下 好酒啊 晚上 好 你来干什么 陛下 城中妇孺百姓经历战争 苦不堪言 急待就职 请陛下批施 百姓 管他们做事 兵灾之祸百姓何故 请陛下开国库 救助百姓 你不要再啰嗦了 朕无心也无力 去管他们的死祸 来来来 喝酒 来 喝酒 陛下 我思念母亲 想回太学去看一看 随你 随你 你要是敢有离开长安的企图 大家就一块儿死 陛下 陛下不好了 赤眉军趋而复返 百万大惊围困尘埃城 这下 谁都插翅难逃了 你想去哪里 你就自己去 来 继续 请 此乃学堂 请在座诸位畅所欲言 无所顾忌 老夫敢问诸位学子 市场的米价现在是几钱一斗啊 去年十二 上月十五 今日十八 长安米贵 城内比城外贵二钱 米以食为天 米价数日一变 各位可曾想过缘由 自圣上新政 米价日日一变 百姓无所侍从 人爱乃立国之本 新朝初见 陛下应大赦天下 两大赦天下 就识 尔律 决定 十八 尔律 和大赦天上 赦天下 人可汲 决定 你 尔律 尔律 和大赦天下 我 喝水 战 太有点 昔 仁爱也须有量 但只要以天下百姓 安居乐业为目的 那么国采众长 何而不同 又有何不可呢 治国平天下之前 还有一个齐家 米家多少 关系着每一户每一家 欲想治国必先齐家 如果米家都不能关心 又怎么去关心国跟天下呢 你 你 你 不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宣传阵的旨意与赤梅奋战到底 诺 你不认识 你爱意 好 你又不认识 你再来 你再去 我 我 你这些人 你这些人 什么 你这些人 是 你我说 你这些人 我才能 你这些人 我说 我说 你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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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件阴落都看在眼里 母亲 那天我一时糊涂 说了胡话 伤到母亲了 傻孩子 作为一个母亲 怎么会在乎这些呢 母亲 你看 她又在动了 你若是为萧王生下长子 殷丽华再魅惑 也拿你没办法 到时候母凭子贵 萧王会更加宠爱于你 女儿只怕 再加上一个孩子 还是比不过殷丽华 在夫君心里的位置 母亲 我该怎么办 我绝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 我堂堂旱军 竟无法抵挡赤梅入侵 他们让我投降 是因为他们如果投降了 仍然可以活下来 只有我会死 丽华 长安若失守 你有何机应对 请陛下为百姓着想 和邓宇的西征军联合 抵御赤梅 保住长安和关中的百姓 一个让我想赤梅 你又让我想邓宇 就是让我 向刘秀俯首成臣了 真是可笑 如果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是刘秀 你也劝他为百姓考虑吗 你自从坐上这个位置 就只想着如何保住皇位 可曾有一天想过百姓 而刘秀从太学到现在 始终如矣 城王百寇 他若不在这个位置上 若不能坐稳这个江山 又哪里估得上百姓 这天下一如残渣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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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做不到的事情 刘秀同样也做不到 这是阴姬让我转交给萧王的 阴姬还有一句话 让我务必转告萧王 什么话 昆阳乎陀 福瑞之鹰 飞龙在天 历见大人 刘秀发兵补不到 冒尽修德 为天子 公元二十五年 庚史三年 刘秀称帝改元建物 公开与庚史帝决立 皇天上帝 厚土神奇 眷顾将令 蜀秀离元 为人父 秀不敢当 群下百毕 不谋童子 显约 王莽篡位 秀发奋兴兵 破王寻王毅于昆阳 诸王朗铜马于河北 平定天下 海内蒙恩 尚当天地之心 下为圆圆所归 趁即约 刘秀发兵补不到 某今修德为天子 秀由故此 至于再至于三 群下千约 皇天大命 不可激劲 不可激励 赶不进城 拜王良为大司空 封武强侯 拜吴汉为大司马 封武阳侯 拜武大将军 标齐大将军景丹 虎牙大将军盖炎 建议大将军 朱祐 朱祐 冯毅 封阳下侯 封阳下侯 唯独公孙 却只封了个杨夏侯 这实在是不公平 是啊 并非我等要真功 只是感觉 替公孙不平啊 各位的用心 公孙心领了 只是陛下这样的安排 也确实是用心良苦 当初陛下前来 河北昭府的时候 耿纯 仁光 李忠的河北珠江 在陛下最危难的时候 追随其左右 招兵买马 耿旷和耿衍父子 更是带来了 让陛下扫平群雄的 五万突击 还附带送上了盖炎 景丹 等一批能谋善战的 河北大将 之后灭头马 灭亡了 可以说 河北中将是鞠躬至尾 所以文书在册封的时候 倾向于河北这边 也在情理之中 可是从昆阳大战 到池节北渡 一直跟随刘秀的南洋 颖川将领 吃尽了苦头 出生入死 却还没有得到 建功立业的机会 现在好了 陛下当了河北的女婿 那分封自然会向着河北那边 切勿乱说 至此非常时期 我们更应该齐心协力 全心全意辅佐陛下才是 辅佐陛下那是当然 可是陛下称帝后 如果要封后的话 殷姬不在身边 郭氏又临盆在即 这难免会让河北的郭氏他们 占尽便宜啊 如今长安已成地狱 如何才能解长安之危 姑娘还是别管这些 尽快离开长安吧 奴婢会尽力把姑娘送出城去 因为赵姬的帮助 我和丁姐姐才能平安无事 我不能丢下她 长安已经没有多少 殷家的影视了 一旦城破 保全姑娘也很困难 何况还有赵姬母子 昕儿不是回殷家了吗 我相信大哥会有办法的 你不必担心 但愿公子来得及救咱们吧 但愿公子来得及救咱们吧 大哥 场那边怎么样了 恐怕汉军快要撑不住了 那我这就带殷家人马赶去长安 救出姐姐 站住 怎么处事还是这么惊慌 长安被困 赤梅围城 仅靠殷家这点兵力 恐怕是救不回你姐姐的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行儿 你现在马上 从殷家的护卫当中挑选三百勇士 化妆城 词梅君 沉乱 想方设法 也要把你姐姐救出来 好 只是上次接近 姑娘恩卿 保护赵姬 没能跑出来 这次 我一定把她们全救出来 这次一定要救出来 自我把你现场 宾罢竟 实在不行 打晕了也要给我带过来 诺 恭喜陛下 郭夫人代降皇子 母子平安 夫人。 夫人。 夫人辛苦了 父亲 不 陛下 山童还以为再见不到你了呢 别说傻话 陛下 您不知道 刚才这事吓死我们了 夫人被腾晕过去好几回 小皇子怎么也不肯出来 夫人说了 孩子是在等待着父亲 这一家三口第一次见面啊 一定要和和美美的 果然陛下来了 这小皇子也终于肯出来了 只是 辛苦夫人了 应了多嘴 山头很好 陛下不用担心 你看孩子长得多像你 斯文安静 将来一定会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对 还要赶回号城大营处理政务 今天就不陪你们母子了 改日再来看你们 好好休息 照顾好孩子 陛下 陛下还未给孩子取名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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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他刘强吧 这来去匆匆也就罢了 连自己的孩子都为保卫下 拿妹妹当什么 陛下心怀天下 无暇私情 但愿如此 希望他不是一个负心汉 连自己的孩子也不顾心 陛下不是那样的人 母亲不要乱说 你真是为他鬼迷了心窍 希望他不会辜负你的一片苦心 妹妹你有何苦为他变白呢 你可知你在怀我小侄子的时候 他在做什么 他正想着派人去寻找殷丽华呢 这本也无可厚非 他们本是夫妻 天下打下来了 又怎能忘了结发妻子 只不过我又做错了什么呢 他竟然不肯在我身上花一点点时间 我可怜的孩子 我在长安时遇到殷星 殷丽华的弟弟 殷丽华好像也在长安 最好死在长安 永不再出现 殷家派人给我送来消息 过几天 他会想办法带我逃出长安 你跟我一块走吧 我不走 长安随时可能会沦陷 你在这儿太危险了 可是我放不下陛下 就好像刘秀放不下姐姐一样 陛下 你怎么又喝这么多酒啊 着急 你先出去 朕有话要跟他说 出去 出去 殷丽华 殷丽华 你的刘秀 已经在邯郸称帝了 过山童为他带下一个皇子 迟早会被封后的 他最后还是负了你 他不要你了 他和别的女人生下了孩子 你也不在乎 你不在乎 你胡说 你要是不在乎 就不会是现在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 殷丽华 当初如果你选了我 也许我们今天都不会落到如此境地 你喝醉了 你看你说的什么疯话 你看你现在的样子 还有什么帝王尊严 尊严 我早就没有了 如今 谁还会在乎我的尊严呢 我没有尊严 我说的都是实话 刘秀 你该死 你该死 当初我就该杀了你 我该杀了你 这是我娘给你的带召见 当初我就是用他杀了害死我爹娘的王尊 所以呢 你现在打算用他来杀我 我不介意今天和你在这儿同归于尽 只要你我 还有长安的百姓 也算是脱离苦海了 那你动手吧 能死在你手里 我无怨无悔 我还要死我 你慢慢来 我来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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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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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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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陛下的骨肉 你说什么 丽华 曾怀过陛下的骨肉 却在坠入冰河的时候流产了 夫人有旧伤 加上疲惫受害 气血凉絮 最严重的是腿伤 还有 还有何疾病 是夫人的引急 将军可否回避一下 没什么 就说我有些气虚加上风寒 让我好好调养身子 那她为何可以要我回避啊 你放心好了 我们在这儿 持好住好的 我很快就会好起来 我是你的夫君 也是你的依靠 从今天起 一起有我 她从来都没跟我提醒过 她从来都没跟我提醒过 陛下是最了解丽华的人 她是一个多么要强的女人 所以 她从来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过任何人 我也是在她缠绵令她 昏迷乱语之时 才知道此事的 臣知道陛下的难处 但是丽华为陛下付出的太多了 王陛下 一定不要辜负她 因为我还没有能处理她 我们去抢下 杀了啊 我也是 你能处理你 找到这儿 що 所以 你能处理我 不想你 一直想你 来 我不想你 陛下 长安已卑为数月 倭军消耗巨大 已无粮草共挤 若再坚持下去 将士们怕要被饿死了呀 要不就投降 要不就通通快快干一场 横竖都是死 战死沙场 总比活活饿死在长安城里强吧 不 不 万万不可呀 若是与敌军宣战 还不如想办法逃出去 或许会有一线生机呀 逃 你说怎么逃 如今赤梅军已经把长安围的水泄不通 插翅南飞 想逃 贪何容易呀 与其让大家丢了性命 还不如投降赤梅军 就算是投降了 赤梅军那群流寇也未必会饶我们不死 还不如想办法逃出去呢 城外围城犹如铁土 谁能逃得出去 有胆子逃的 就带兵出去求援 谁去 事到如今 我朝竟然没有一个可以用的人了 臣无能 无法与赤梅抗衡 辜负陛下所望 然臣等都有妻儿老小 请陛下开恩 准许投降 保全满朝将士们 和长安百姓的性命 陛下 如今唯有投降去梅 方有一线生机呀 望陛下开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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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陛下开恩哪 望陛下开恩 炼啊 赢 自己亲征 没人会跟着你去送死 走